哈喽,大家好,我是诺诺,欢迎收看兄妹极限经验生存第61集 我们今天决定把上一集没干完的事情给干了 你吃主的干啊 做小翅膀啊,这东西我用着还挺顺手的 哥哥在坐车轮,准备把之前坏掉的Drop小车修一下 这样我们打10救人就能跳过第一心态了 我们这车有点祸了呀 还好还好,就是这样的两个车轱路 哎,修好了,咱们走吧 变吃了,你吃的到处都是 哈哈哈,你这是气度 蛇神正义这么好用的东西,你是无腹消瘦咯 我再做一个 到达猛眼星,找到一个遗迹,开始召唤 1 2 2.5 你还2.5,你跟谁学的这一套 跟你学的呀 哈哈哈哈 哎呀,这个车怎么这么难开呀 没事啊,你慢慢弄,我吸引火力 哎,这车咕噜的怎么回事 怎么还360度旋转呢,这车咕噜的 哎呀,这上面是空道,好多羞羞啊 走路了,走,上车 哎呀,他还撞我一下,我陪你玩了,拜拜 拜拜 好了,咱们走吧 嘿嘿,这家伙很不甘心啊 飙飙 我得往前开一开啊 开到安全的地方,把车收拉起来 回去再找他麻烦 第一形态就这么跳过了,省了不少时间呢 后面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第一个十巨人的星星给了我 敲掉罐子,发现第二个仪器就在旁边哎 还是一个新的 让我看看里面是啥 青铜钻头 好吧 备份备份 实在是上期的死亡率吓着我了 我觉得以后忘了啥都不会忘了备份的 哎呀 哎呀,哥,你是开车还是开飞机啊 这么快我飞起来都赶不上 你是想散伙回耕老庄吗 哎呦,你妈 哎呀,真是人怒魄了,连狗都嫌弃 你看这当当还在不停的追上我 我还是换上翅膀比较快 哎,我死了 你怎么死呢 被你嫌弃死的 这一次我一开机就换上了翅膀 但是很容易就追上他了 但是我停不下来了 围着他转了好几圈才上车 哎,翅膀也不是很好用啊 拿起来也没什么悬念 只是最后一次眩晕还差了一丢丢的伤害 再补几件也就没了 心思要给他哥哥 来,第三个 这一次我可学乖了 一召唤完我就朝哥哥那边跑了过去 啊,是你把我打飞的吗 你把你打飞的 为啥呀 红色大眼毛在追你 哎,被你揍的还在跟你说谢谢 好烦哦 走动 放下就是一顿猛揍 心心给了我 回到家笑了些火箭背包 打最后一个了 有了前三次的经验 这个还不是手道琴来 上车 哥哥带你都告诉我 这我的案落了别抢啊 你这话说的我什么时候抢过你的 不都是你抢我的吗 好了 现在每个人差不多都有200颗星星了 又可以用一阵子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